各位企业爹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象棋长棋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街头闯关残局 此局一上手看这个局面 红方已成官港司令 黑方这边只要拱足一将 逼红方平率之后 近离局将就可以杀棋 所以一上来红方这边呢 只能以攻为首 但一开局呢 红方能够勾得到将的 要么近马将或近鞠将 两种应对方式 但首先来讲 红方关键在于 这个局呢被黑方的局所双链 无法呢近离局来围剿 如果一上来红方选择退局吃黑局的话 那一方呢就可以先下手围墙 拱足一将 逼你平率之后 近鞠将红方必败 所以一上来红方这边呢 没有嫌疾可走 只能呢步步吹杀 那第一步骑 红方只能先进马 卧槽一将 黑方迫不得已 只能出老将 红方呢紧接着 直接平局将尾角 黑方无法平将战中 唯一的方法 只能进马来保将面 当一旦这么走 红方线呢 又该何去何从呢 先红方这时候迫不得已 只能用鞠扛马 送鞠将尾角 看黑方怎么应对 黑方这边呢 要么平将 或者上将吃鞠 两种方式来解围 如果一方这时候 平老将的话 红方这里 只要退鞠一将 叫马将作杀 黑方无奈 只能将我平溜 刚好红方呢 进底鞠一将 黑方呢 必报尾 所以下单红方 这边进鞠吃马将之后 黑方呢 只能上将 接受红方的鞠 那红方这时候呢 步步紧逼 继续拱兵将 来围剿 看黑方呢 如何解围 黑发现呢 要么上将吃鞠 或下老将 两种应对方式 但首先来讲 黑方吃掉红方 这个鞠是行不通的 因为红方呢 平鞠照头一将 你会发现 你将被红方的鞠马 所困不能动 你电马呢 也没用 红方进鞠吃马 黑方必败 所以呢 当红方这边呢 拱兵将围剿 黑方迫不得已 唯有下降 这一步棋壳行 但一下降 其实还不声明了 些红方呢 还是得通过 棋兵的方式 来牵制 看黑方呢 如何应对 黑方要么平降 或上将吃鞠 两种方式 如果说黑方这一边呢 选择平降的话 不吃红兵 那红方呢 继续拱兵将来作杀 你要么吃兵 或者平老将走贤 如果呢 继续平降的话 红方兵戒马威 就是一个双兵的 昆加杀奇 必败 而你这一边呢 就算用老将吃兵 也没用 红方呢 过去从事 还是平均 照头一将的杀奇 利用黑一番老将 无法动弹这个弱点 逼你进马 挡浆面之后 用鞠吃马将 黑方迫不败 所以相当于 四局一上来 当红方这边 直接拱高兵 围剿的时候 黑方是不能平降的 只能呢 上将接受红方的这个兵 那红方这时候呢 趁此机会 平均将为将 黑一番迫不得已 现在将不能动 只能电马回房 红方呢 就近均吃马将 引离黑一番的将面 但是呢 四局呢 到了这个分水岭 很多球呢 仍然卓有为难 因为现在当局滑江 是没有意义的 黑一番呢 仍然可以平降走先骑 你边路的泡马 要跟呢 没有失掌余地 可以发挥 所以这时红方呢 唯一的阵守 只能呢 先平兵 送兵将 那老将呢 上不来又下不去 被红方的马所困 只能呢 平降 接受红兵 那红方 弃掉这个兵 到底是有何目的呢 现在近均将 也没有作用呀 黑一番一下子 仍然会高枕无忧 这里如果平兵 堪式的话 黑一番又可以 退局吃兵 来回房了 红方呢 压根就没有威胁 但红方这时候呢 走得十分微妙 先拱兵将来牵制 黑一番先呢 要么平降或下降 这两幅棋 如果下老将的话 我近居一将 就是居兵的 昆将杀棋 必败 所以黑一番迫不得已 只能平降占中了 当其兵之耻 还不声明了 现在红方即便呢 如果直接造头将的话 黑一番呢 还是可以平老将开来 红方呢 压根没有后续的手段 所以呢 此时呢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的这手 是再次弃兵将 白送两个兵 利用一番 无法上将下降这个弱点 逼你平降吃兵之后 发挥边路泡马的优势 但现在这一匹马 到底是应该 马一进二 还是马一进三 来为脚呢 成为此局 取胜的关键点 这里红方 要选择马一进二 来一将 一旦下老将 我进去将必败 所以一番呢 只能平降占中 红方呢 目的就非常明确 就是呢 要破掉黑一番 底边的向脚来解围 下一番这时候呢 会发现 这里呢 老将只有平时 这一步棋可走 那么到了这个旁边 对于红方来讲 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里红方有进居将 退马将 这两步棋可走 但是红方唯一的正手 只能呢 直接居将 BA方走位 黑一番有下降 或挡时这两步棋 如果下市来回防 红方居借马位 就可以呢 抗时一将来牵制 你现在老将上不来 又不能平降吃居 唯一的办法 只有下降 这一步棋可走 但红方巧妙利用 居马联动 进居将围剿 黑一番迫不得已 只有上将可行 红方呢 围马一将 把老将勾上来之后 就是一个 掏地一将的杀棋 B吧 所以呢 到了这个旁边 相当黑一番这一边 是来不及 选择下市回防的 唯一的出路 只有下降这一步棋可走 但红方这时候 步步紧逼 扎持居将 把老将勾上来之后 巧妙回马作杀 引离黑一番的将面 把老将呢 赶到中路的内线 这时候呢 趁此机会 继续呢 退马一将来围剿 那一番迫不得已 只有上将这一步棋可行 红方呢 掏地一将 现在一番即便呢 有下市或平将 两种异对方式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黑一番下市的变化 一旦这么走 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红方可以 居借马威 退居卡式将围剿 你降我平式 的话 又被红方的马所牵制 唯一的办法 只能降我平六 那红方呢 编入这个炮 就得以发挥 一进炮照江 黑一番呢 这样不能动 只能电鞠回防 但红方呢 巧妙 回马 连叫炮马双江 利用黑一番老将 无法动弹这个弱点 别一番呢 用居吃马之后 再进马江 就是毛炮的杀奇 必报为宜 那这也是红方 这也是红方这边呢 选择 掏地一将 黑一番下士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不下士 选择平老将呢 红方又该何去而从 现在红方当居滑江 肯定是好异 但是红方呢 可以进马一将 来牵制 现在一番这边呢 有下老将 或者呢 下士这两步棋 如果下老将的话 红方掏地一将 就是杀奇 因为居戒马威 把老将给困住了 必败 所以一番这时候呢 别无选择 只能呢 选择下士来防守 大一下士奇迷不胜明朗 红方这时候呢 巧妙利用 居马的一个联动 掏地一将来牵制 你又试不动红居 被马锁双脸 叫着马将 所以一番呢 只有平降 这一步棋可走 当你一平降 红方呢 紧接着 再次回马一将 现在你会发现 你老将动堂不得 这时候呢 我也有办法 只能推居别马腿 但红方 再次进马将 引离黑一番的将面之后 继续呢 进马作杀 老将呢 现在就只能下去 刚好呢 就是一个经典的 马尔炮杀奇 那这一盘棋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呢 居马炮兵的一个巧妙利用 异队得当 非常关键 希望各位球友所接见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上